文言,未有陽城,才有光孝 說光孝子的歷史比廣州更早 這句話未必準確 但可以知道光孝子的歷史真是很久 有1700年歷史的光孝子 被譽為嶺南第一古殺 這是實至名歸的 這裡的第一次的鳴野 我看過了一年 我看過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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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也是很老的 我看過了幾天 你知道了幾天 我看過了幾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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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垫是始建于西元397年 垫顶铺了金黄色的琉璃瓦 屋脊上有各种神秀的图素装饰 门上是挂了1432年明献宗戚刺的光效蚕子扁額 在大殿后的这几只望柱头立尸 有六只是宋代的遗物 这就是陆祖惠能的佛计 菩提本无树,明镜逆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就是陆祖惠能的佛计 这就是供奉陆祖惠能的 这个叫做伊法塔,又叫做陆祖法塔 有千多年历史 这个塔是纪念惠能在光效寺落法受戒的 陆祖惠能是在唐仪讽元年 即是西元677年,在菩提树下落法受戒的 旅等于日元677年,在你远碍祖堀 中文字幕——YK 这座西铁塔是有过千年的历史 初初铸造时是有金箔,金光闪闪的 原本是有七层的 但在清兵南下攻打广州的时候 炸了四层,现在只有三层 光厚寺以前是很多这些康子树 现在只剩下这一棵 就一千多岁了,真的很珍贵 我现在是有一个大小的地方 在清兵南下 中文字幕——YK 由于是市场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千多年历史的光孝子 有很多重要的文物 亦和六祖慧能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光孝子是岭南佛教界的中心